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明珠 在儿童义乐中心工作已经四十年了 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售票亭 因为卖票 所以我接触了很多游客 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奶奶 长得很像四人般的江青 她连续来儿童乐园十几年了 都是为了辐射灰雨 她已经好久没来了 不知她过得好不好 有一个令人不舍的妈妈 以前常带小孩子来玩 后来有一阵子 只剩她一个人自己来 大家都问她 小孩子呢 她说上天堂了 但她自己仍然常常过来这边 怀念跟孩子的相处点滴 有一个年纪差不多六十几岁的客人 第一次来这边是大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跟着老师还有同学他们喜欢 非常愉快 感觉我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 他真的很爱玩碰碰车 他简直是碰碰车的VIP客人 来这边也蛮快乐的 因为看到小孩子说好高兴 小孩子高兴你看到也会高兴 然后有的还会主动跟我聊天 还故意 像我玩通风车 有人说 那个阿姐技术太好 要跟他撞 来围攻我一个 最近玩 玩得蛮勤快的 一天大概要玩十几次通风车 从戏子通风车里面坐公车 再换捷运动坐这边来 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老婆也说我神经病 你让跑到儿童那边干嘛 我说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这个应该叫做童心未免吧 童心未免其实是好事 不要觉得说那是很丢人 每个隔周六日 陈先生跟陈太太都会带着孩子来玩 那个孩子比较特殊 好像有点脑心麻痹 他们会从摩天轮开始玩 一来的时候 他一定是先做摩天轮 他非常喜欢在高处往下看 因为在这里的时间比较长 也可能个性比较鸡婆 我都会关心游客 跟他们聊聊天 他很喜欢啊 他非常爱这里啊 他不知道会关 那他也不知道说以后他没得去 他也通通都不知道 那我不晓得以后我要怎么跟他解释 当然舍不得啊 因为我来这里我也很快乐 因为我看他这样子笑 我也很开心啊 那他也就是很快乐啊 现在儿童乐园要结束营业了 这些老客人以后该怎么办 以后他们能去哪里 而我们这个大家庭 几十年来的好同事 从此要各分东西 如果可以 我真的很希望 那一天不要来